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今天继续上礼拜的部分 呼吸 那断玉三四平 三二身家家 断志五二相 断六亦来果 那这个颂句里面呢 其实他讲的不是固定的一个一个果位 因为他讲的是相 就是当出国圣人呢 他要断玉戒修祸一平到五平的时候 这时候呢 他会七相二果 所以然后七相一来果的位置 所以严格来讲 他要最后断到六平的时候 他才算是二果圣人 所以这中间有一来相的时候 我们中间出现一个名称叫加加 所以加加跟下一个颂句五二一 他一间圣人 这个都是相的方向 所以他解脱到也是断道 因为无间道是在对之烦恼 解脱到他已经断完烦恼的时候 最后他来到一来果是要断六平修祸 所以颂句最后一句是断六一来果 六是指六平 那一来是指我们讲说 再来人间天上 就一大生的意思 一往来的意思 这里的一来是一个大生 大生跟小生不一样是 他有人间跟天上 这样往返 一往来 这样是二果圣人 所以这里的翻译里面 施陀喊他就是一往来的意思 就是人跟天 所以他断尽欲界的六平修祸 唯断一大生 就是他只剩下的是我们的下三平 下三平就是最后 三平人间欲界的修祸 于人天一往来而正的事果 所以这个位置我们也可以叫做搏贪秤痴 他的位置就是已经对人间的贪跟秤跟痴 已经慢慢比较淡薄 所以他的一往来是因为在人间的习气 已经断到剩一点点 所以他不用来人间的时间很久 如果你的习气还比较重 那就是刃一身刃二身 我们上次这个表应该 各位都知道他总共刃了七身 然后这个红色的画的圈圈 等一下你看一下这个位置里面 他就讲到说 这个六平上六平比较修祸比较重的这一部分 他已经断尽了 剩下下三平比较 不是那么粗重的位置 所以剩下的下三 下三平是哪三平 这个上上上 他这边剩下的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下三平就是下上下中下下了 就剩后面这三平 这三平呢 是比较薄的贪跟秤跟痴 上跟中比较出重的 他都已经断完了 所以才叫做一来果 一来果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那在一来像呢 所以呢 一来像的时候 他要有三个圆的时候 他就可以称为家家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表里面所看到的 这个位置呢 还不到果以前这边都叫像 从出果到六平 中间就要像 那我们刚刚看到说 如果你在 要有三个圆的话 就叫家家 这个我们上次也看过 就是他一定要断货 断的货有三平或四平 然后成就五肉根 还有呢 他可以受来欲界的三大生或二大生 所以呢 这也家家的意思 就是说 人或天呢 生于甲或生于乙的家 而且呢 重重复 重重显 重重之生 所以叫家家 就是人天 人天降往返 那重复了多少次 就看你的修获断了多少 你的修获断的越多 这个重复呢 当然他就会减少了 所以他有任一生 知任增长 你的生命在欲界的时间 有一生 一大生 就是人间天上一往返 那你如果断了修获呢 断越多的时候 你要往返的时间呢 就少了 所以三个圆呢 这个跟下面呢 一间 他们其实这两个都是在讲相 都是圣果道 向上的道 他们不是讲一个定点的国 他们都 所以你如果看到家家跟一间圣者呢 以我们这一张表 同学有 你看这一间圣者来到八品 这都是一个 往不还果的相 叫不还相 从我画的这个 这个淡蓝色这个是一个相 是不还相 然后呢 红色的是呢 一来相 八八道五品 但是我会画这样 是等一下我们的文字里面 会看到 所以呢整个这个是在 家家跟一间圣者 都是在讲相的 他不是在讲定点的国 所以他范围会比较大一点 那这三个圆呢 就是说 以你断的这个欲界的修获 三品或四品来决定 所以呢 有这个三二生家家 三次仁天往返的家家 跟两次仁天往返的家家 就依你断的修获 你是断四品修获的时候 你只要再来两次 你断的是三品的修获 你要来三次 重复 这个家跟到哪一个家 就是呢 甲家到瑜伽是指呢 就是仁天都是 算是在欲界里面嘛 那成就断或的五肉羹 这个地方呢 他讲 他起的是一个圣果道 上位的这个向道 所谓圣果道 就是圣你这个出果的位置 往上的这个方向的这个道 所以你这里呢 家家跟一间他们就是一种 起了圣果道的向上的这个向道 那再来呢就是瘦身 你的瘦身会有多久 那个就三二身 那这个游表应该就很清楚了 当你呢 前三品断的时候啊 那你就只剩六了嘛 对不对 前三品就是上上上中上下 这也 这边是最难断的 因为这最出壮的最难断 你要离开欲界 你如果这边断了 来到这边应该就慢慢呢 你的贪嗔薄的时候比较好 所以呢 你断了前面的这三品的时候 你就剩三身了嘛 任一身和任一 你知任增长这个欲界的生命 就只有 这里有三身 那基因你的品位 他来留在欲界的时间 而产生不同的差异 所以呢 断前三品就剩下 这个禅后 剩下后面的六品 他呢 知任增长三身 断了前四品的时候 知任后面的 剩下五品的时候就两身 五品的时候就剩下 所以呢 他受三身的有三身加加 受二身二身加加 那这个加加的名称呢 其实 好多不同的 注解的说明也不一样 那我们就以这个普光法师 跟法宝法师 是玄奘大师的两个弟子 比较有权威的说法 他们都是 一呢 你在 最后在哪里赠得 罗汉的果位呢 是果罗汉来决定你是天加加或人加加 那你看到这个红字呢 就是说 三身的天加加 他刚开始在人间见到出果 就正得出果 然后进而呢 他要断玉戒的修获的三品 就是刚刚讲的 上上上中上下 好 然后呢 他的断了三品以后呢 他交三身加天加加 是因为呢 他最后在天见呢 正得是果 那他在人间得到 这个不要算 我红字这个是 他见到以后呢 他就投身到玉戒 六玉天 然后呢 他就天一 然后接着呢 他再升到人间 人一 接着呢 他又升到天戒 天二 然后再回到人间 人二 然后接着他又到天戒 天三 在这里呢 他比人多一个 这个是最后他证得 涅槃 四果罗汉的地方 所以呢 这时候天有三 人有二 叫做天加加 因为最后他就在人间 还是天上 天上正得 涅槃的 所以我们叫他天加加 但是他刚开始是在人间见到 这样经过天三生 人二生 这样天 三人二 相同的依此类推 三生的人加加呢 他一开始是在人间见到 见到 正得出国的意思 然后呢 他就来人间 然后 但是呢 他来人间是 他为什么叫三生加加 因为他其实前面的六 六 我们的前三品 我们的九品 他已经断了前面的前三品了 然后他断了欲界修获三品以后呢 他是见到以后 又断了三品修获 这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 他在天 天上先见到 然后又断了欲界三品修获的时候 那他这时候呢 从天上降生到人间 这是人一 然后天呢 再回到人间 再回到天上 天上就变成了 这时候呢 天也一 人也一 在第一次的天中见到不算 然后再回到人间 这时候人就二 然后又生到天上 天二 然后最后一次呢 他在人间呢 责得 这个世果罗汉 又一再呢 再生于人间 这样经过呢 三生的人 叫做呢 人家家 因为他在人中责得涅槃 那就是人三天二 所以黄色的地方呢 就跟同学呢 提示 二生呢 各与其 中了 天二 人一 人二天一 刚刚是想举例三的 那我们现在举例二的 一样是以刚刚那个例子 只是减掉一个 这些呢 都除最开始见到的那一生 那一生要先呢 不算 然后在人天之间的 不等数字的出现 这些不等数字就 然后 生的名称 就有 三生的添加加 或二生的添加加 这样子出现 这个 他的这个原则条件 你知道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家家呢 在御界修获的三四品 段而得名 所以一品段 二品段 或五品段 都没有给他家家喔 这也要清楚 他给家家的条件是什么 三四品 然后是三二生加加 为什么一品跟二品段 还有五品段 不给他家家的名称呢 因为呢 这个御流果圣人呢 他要断货的时候 他要架工用刑 所以呢 他在上品的一大品呢 这时候呢 上上上中上下呢 他会怎么样 一起努力 没有断一品的 一或二品的 而命中 等于说你如果一开始断了 上上品的修获 你必然也要断 会跟着继续精进断上中 接着再断上下 这样子 三品的 这个 修获呢 一起断 决定没有断一品呢 或二品 就中间呢 离开人间了 就往生了 他一定会一次呢 把三品都断进 所以没有二品 断的加加 所以这一张 你看 这一定是三品 没有二品段的加加 他就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 所以他三品 的位置呢 才有 完成一个加加的名称 是因为呢 他 会 同时呢 把一品跟二品都断进 那又断五品的时候呢 他必然又断第六品 正一来果 只要呢 他断了五品 他必然也会断六品 这个是第六品之后呢 他的力量呢 就比较弱 不会妨碍得果 因为第六品 的力量是呢 他没有要出三界 所以他力量没有很强 不会妨碍呢 你的胜果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断 并没有五品 断了以后 六品没有断 所以呢 你知道加加为辖 这一红字呢 我就 看到这个图 限于三四品 这里的加加呢 就只有三四品跟四品 为什么一品跟二品没有 因为呢 你断了一品 你断了二品 你必然要断到三品 所以呢 我的基本 最基本款呢 你至少会断到三品 然后呢 在这个四品的时候呢 刚好这个范围 画红色的范围呢 是叫做加加 至少他会断三品跟四品的时候 他才有一个加加的名称 所以加加的名称 要给他的时候 至少他是断了三品跟四品 不可能有断一品跟二品 一品跟二品必然断三品 然后呢 因为呢 这个地方呢 还是在向的方向 还是在一来向 所以呢 四品也还是在加加里面 所以他说加加的范围呢 是 辖 限于三四品断 然后呢 一来向比较广 一来向因为呢 他是还要断下一个 第五品 第五品 第五品断都有可能是一来向 一来向 一来向范围比较广 所以呢 一二品也包括在一来向里面的范围嘛 所以加加为辖限于三四品断 一来向为广 一来向就断了 有可能断到五品 一来向一品二品 三品四品五品都是在一来向 现在范围要搞清楚 加加只限三四品 一来向可以 一品二品 三品四品五品都可以 所以他这比较广 所以他这边色寒色有意了 一二品断 所以如果提到加加 你知道他叫做圣果向 圣果道 他是向的方向 不是指这个果 这张图会画这样子 然后黄色就是说 他含瓜范围就包括这个红色 所以他一二品也在里面 然后呢 六品也含瓜在一间圣者 因为呢 这个圣者呢 他比较特别 他会被第九品要脱离浴界的时候 这九品会障碍八 因为你断到八品的时候 有可能呢 你会遇到很大很大的障碍 是因为 我们讲你要出浴界嘛 那你的累世的冤亲债主会障碍 有可能你就会往生 不会像五品跟六品那么顺 他的问题会出现说 既然五品断完 第六品也必然断 那像八品断完是必然 第九品也会跟着断呢 那这边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 就是说第九品呢 他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他会障碍第八品 所以有可能第八品断完 就离开人间 就有这个情形 所以一来果 一来果就是二果圣人 他更近断欲界的修获 七品跟八品 他要往三果的方向 叫不还相 此为趋向于不还果 言格来讲如果前述的一来相 这样的一个情形 此为断至第九品的无间道 如前述一来相 他是不还相 还在不还相 因为无间道还没到解脱道 那这样他的解脱道 也就是断进第九品位置的 才能成为不还果 不还就是阿拉罕 刚刚那个是司徒 阿拉罕就不来欲界了 不再还来欲界了 那于不还相忠俱卒 一样三个元 所以这两个宋俱 其实他们的条件都是 要断货成根 然后呢 还要受身 这三个条件 然后呢 一样有这三个条件 都是相而不是果 那他这边的一间圣者 他这边提到是说 这个就比较特别了 你有看到我们诵句521页 一生明一间 始为第三项 断九不还果 断到第九品就是不还果 然后他这里的一生 这里受生是一生 这里是欲戒受生一次 因为他不来 这边的不还是不会再来 所以再来欲戒受生一次 这一生是小的 跟前面那个大一生 是要往返 就像你来这边上课 你从你家来 再从这里回到你家 这样有 这边的一生是小的一生 只受限于是人或天的一次而已 所以这也一间是 有这样的一次的间隔 是为人或天的一生的间隔 不得正得涅槃 所以在第三项 更受欲友于一生 剩下的一生 欲戒欲友 欲友是什么 欲戒 欲戒的一生 欲戒包括六一天跟人 看你那你现在在人就是 就是不会再来当人了 如果你正到三国的话 你可能到就接着是到天了 天的那一生为间隔 到天那边去 然后因未断欲修的一平 之间隔未能得正不还过 因为他还没有断欲戒的最后那一平 最后第九品 最后只有欲戒的 第九品没有断的关系 所以有两个意思是说 第九品没有断 还有一个是 还要受生一次 还有受生一次的情形 如果你在那边正得三国 那你不会来欲戒 那你就可能照天上去 正得四国罗汉了 所以前者为益修之人 前者是 就是一般凡夫 他的业力成熟 或天之一生的间隔 看你是哪里的因缘成熟 是当人还是当天 后者为益修之一平 的间隔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看你来欲戒 他讲的有两个 一间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 来再来一次 第二个是 因为你还有一瓶的货 没有断的意思 他一间有两个意思 再投身一次 然后第二个意思是说 你还有一瓶 最后呢 我们的欲戒有九瓶 最后那一个九瓶还没断完 这样为一间 所以于前面的佳佳对于五瓶断者不用这个名称 所以佳佳没有用一间是因为怎么样 他比较特别是因为他的五瓶断第六瓶必然断 他不会妨碍了正德二国 所以六瓶货呢 他比较弱 他不会妨碍五瓶继续往前精进 断六瓶的修货 所以他不会妨碍德国 所以他断五瓶的时候 他不会忽然间就往生了 他会直接呢 继续断第六瓶 所以这是佳佳的特色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在前五瓶以前有佳佳三瓶跟四瓶 那五瓶跟六瓶又很特别 因为只要五呢断六必断 所以他没有在佳佳里面 第五瓶断不在佳佳的名称 只有三四瓶 因为五瓶是跟六瓶在一起的 那六瓶断就是二国圣人了嘛 他不会因为五瓶不继续往前 所以这个五瓶断的时候 没有佳佳的名称 那他这里同样呢 这个在我们课本上 也有问这个问题 断八瓶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会呢 继续断第九瓶 中间呢 第八瓶有一些断了 他又离开人间 他变成正德三果相 没有继续正德三果圣人 是因为呢 第九瓶要断比较困难 所以这个一间的圣者的名称 为什么跟这个佳佳两个分开 是因为两个之间有差异 一间的圣者 他因为第九瓶要越界 他有这样的困难性 所以要断这个瓦呢 要超越欲界往上界 那你要非常的难断 你要非常的精进 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考试跟磨难 可能你觉得我现在好像不错了 当你有这样想 你的业力就会现前 最好是不能讲 你一讲就可能就马上 有人说 我到现在都还没确诊 最好也不要讲 因为现在确诊机率太高了 因为身边很多人是 他可能已经确诊 他也没有留在家里隔离 他就出来外面 你不小心刚好就遇到这样的人了 我意思是说这个障碍 你讲有时候障碍就会出现了 所以他这边呢 刚好他就要越界的时候 就开始困难了 所以他这个障碍他得果 因此有留此一瓶未断而命中的 反之于第六瓶的时候呢 他没有越界困难 所以他容易断 所以这个意间跟家家是这样的两个差异性 是我们上次没有提到 我现在呢 再把它呢 做一下重要的地方的呼吸 那我们上次我们这个讲义呢 我看到我们的最后一章 这个呢 当你看到这个颂句的不还果 他必须已经断了五下分结 五下分结 结境 结呢就是我们的烦恼结 你就得阿拉罕 阿拉罕就是不还果 不会再来这个欲界的意思 就是最后一生 然后呢 但是你刚刚看到这个表 他的一间圣人是写在哪个位置 是七八瓶 当第九瓶就是不会再来 如果你还要再来一生的话 那代表你是叫做一间圣人 你如果还要来一生欲界的话 你是叫一间圣者 一间圣者只断七八瓶 九瓶的话是不会再来欲界 两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不会来 这个还来一次 因为他还有一瓶修货没断 或是还有一 因为你既然还有一瓶没断 你这个和润一生 你就是还没完成 你还有一点点还没完成 那你就是必然还要来瓶修货一次 就像我们这个只差一点点距离 你可能要到跑到终点拿这个接棒的时候 你差一点点 你就还没到达的时候都不算到达 所以你这边要断的有哪几个 欲界里面的贪秤以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出果要断生贱戒进取跟仪嘛 这个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生贱戒进取是仪 这三个是出果圣人要断的 然后现在讲 二果圣人是贪跟秤比较薄 那我们现在是三果圣人他是怎么样 他的五下分解全部都要断尽 就是欲界的贪跟秤都没有 我们刚刚讲九品断完就不来欲界 是就是要把欲界的贪跟秤都断完 那我们知道断这个欲界的贪跟秤呢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烦恼结始结缠 缠绕集结我们的生命 一枝纠缠在欲界 我会引申烦恼的结伏 所以贱在这个时候呢 并不是只看贱 而是一种认知 我们是断贱或贱或断贱或而已 所以换句话 你的生贱解释 我们都误认五应何何的身心为我 或我所有 所以呢 撒迦也贱就是有一个生贱 而隐身烦恼的认知 所以我们对别人批评我 或是骂我的时候 会因为我们把这个五应何何身心认为我 所以也称为我贱 而他在修行上实际意涵是五取运 那如何破除生贱结跟我贱 所以有关如何破除生贱的内涵 还要再界定清楚 因为呢 实修上了身贱可以分为 摄身贱还有呢 我贱 等于说这里面它有两个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摄身 第二个呢是一个贱解上 那摄身就是我以这个身体是我 所以呢我们修四念处的时候修身念处有不静观嘛 还有观呼吸 观这个摄无常的话是最快我上次有讲就是呼吸 因为它会一静一出一长一短 然后呢它会走到身体不同的地方 气有快慢长短这些变化 所以你观摄的无常或观摄身地水佛风 地水佛风它这边呢 我们就是阿比达摩做什么事情分析 分析这些法 这个设法本身呢就是有四大性质 地水佛风这个是坚固性 然后呢它有轻重粗细 水呢有滋韧性、粘结性 这些都是以一个一个分析 你要做馒头要把所有什么五谷渣量什么 你一定要有水去货 没有水它们没有办法在一起 然后风 这个风有推动支持的力量 火的话呢有冷热 所以这些性质啊 你一一分析以后呢 你会发现你身体很多的运作 身体的新陈代谢很多的功能呢 其实都是地水佛风它在运作 慢慢呢你会对这个射身的认知 它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因缘合合的组合结构 当这个因缘合合的结构不是如此的时候 那你射身必然它就有另外一个产生了 这个病变或是一些现象出来 所以要破除身陷结 这个这边两个不一样 你要看这个射身陷还有身陷结 第一个呢射身陷是可以透过地水火风分析 因为射法嘛 可是呢身陷结要破除 这时候我用红字有看到 这要现观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你要破除身陷 这个结是一个结伏烦恼 有一个我的这个我见 跟射身是我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因为射身的认知比较容易 我可以透过分析法 可是身陷结呢 这个结是一个烦恼心中打结的 这个我见的观念 它要现观的是呢 因为一个我包括有射法跟心法 这时候我要把射受想形式 射法在第一个 射想形式心 射心二法的五蕴合合呢 观无常苦空我 这个就比较困难了 第一个 地水火风的十二特色很简单 比较容易分析 但是要破除身陷结这个我见的现观 射受想形式的时候呢 要观到无常苦无我 非我所的时候呢 才算你破除身陷结 所以两个是游手不同 所以你这个现观呢 就是要实际你在很清净的心 的当下呢 你才有办法去做观 那这个分析的应该就比较容易了解 所以两个会不同 而且呢实修上要先破除射身陷 第一个呢 分析法先了解 就是我的概念法有 我若没有概念法 我怎么知道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概念法有以后呢 你认同了这个概念 那你才会去真正去执行 身陷结的破除 所以你要先怎么样 先接受射身陷这个观念 才有能力去接受 观射受想形式 无常非我破除身陷结 所以真实法有 是要因为概念法 如果我的概念法没有 我没有真实法 就像你有概念知道首五戒 有拿几条 那怎么样去做 那你知道首五戒有什么好处 下一辈子来还可以当人 所以呢你就会去做 你的实 这个 实际法真实法就会出来 那就是要你身体去律行 所以身念柱要先修身念柱 接着才修受心法 而且呢身念柱里面 第一个身陷结 射身陷 射身陷先清除以后 然后身陷的这个结才能破除 所以这里有两个 一个是射身陷 一个是我陷 我陷就是身陷 那一般呢 佛学上通常都是将破除 身陷以接近起三个结 隆同说断了三结认定 就说这个人证了出果的时候呢 那就会让人误以为说出果他破除身陷结 就已经断出我见了 是这样子吗 没有 为什么如果你真的断出我见 你为什么还要有二果三果阿罗汉 阿罗汉是彻底断除我见 阿罗汉是彻底断除我见 因为他真的不执着我 所以四果罗汉要断到的时候呢 他的慢啊无名啊都断了 所以出果的破除身陷结 也并不等于断除我见 而是不再有 五运是我或我的认知而已 只是认知上呢 认知清楚而已 所以他不是真的已经断除我见 所谓的出果破除借境取见 也只是知道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的错误 就像说这个大地呢是有一个创造主来创造大地 这个都错了 因为大地它是一个大自然的因缘和没有一个创造的 所以你讲到呢一个错误的这个观念呢 是这个出果圣人要去破除的 并非呢就能不再 如果你知道了这个是 今天上完课了你 所有事情你都会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吗 不见得 因为你知道这个观念的时候 你还要实际去执行的时候 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还要去检查 你所认知的跟你现象产生之间的配合呢 是不是正确 有可能你的认知到某个层次 你的这个事情呢 他所要做的是更深层的时候 两个之间还不是很正确的 搭上一个桥梁 所以呢 要不然我们上完课 大家就不会再有贪嗔的牲口异形了嘛 因为呢我见是一种原词 其实呢 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的见解 他本身也是一种我见 就算大泛天王 认为说 这个呢 宇宙啊都是他创造 然后呢 这些泛仲 泛仲天的那些人呢 就是初果圣人 不 初禅 初禅呢他们 在那个初禅天有个 泛仲天 泛辅天跟大泛天 大泛天呢他就认为说 这些泛天的人是他创造的子民 所以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我见 我见语言 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而产生的见解 但事实上呢 无论是依经典的记录 或是实修的经验 这皇字 证明三节的初果行者 还是有贪嗔存在 为什么 我们今天从这个上到这里是上到三国的 前面呢讲到 有未断修断施住果即期缓的 516 初果圣人有的还没有断任何修货 一品都没断的烦恼的 他还是有贪嗔痴 表示初果行者他还是由我见生起 这有我见他指的是生见解 而且贪嗔的烦恼 他只是吃见上了解而已 所以初果行者 还需要修到断五下分解 然后再断五上分解才能真正 所以你的真正的断除我见是在四果罗汉 我见不再生起 是四果罗汉才是真正的 因为只要这个修货都还没断完的时候 还是有多多少少的一些 只是多跟少 所以刚刚讲这个修货断几品的时候 来一戒几回 那再来上戒的72品修货 就比较薄一点 但是他就会比较维细了 所以三果到四果圣人就要断上戒的修货了 那么出果断三节在修正上的意义又如何呢 首先要了解就是修正上的知道跟做到是不同层次 知道并不等于做到 而出果断三节呢 在实际的修正上其实只是知道并不是已经完全做到 所以在扎函的351经里面曾经已看到井水并不等于你喝到井水的水 就像我们现在知道并不等于我们就已经做到了 你知道怎么样游泳 但是你没有到游泳池里面去游泳 还是不算是真正知道 只是了解他的概念要怎么做这个程序 去把这个技术学起来而已 那但是要实际去练习那个才是你的功夫啊 所以比喻说呢 现观五欲无常苦空非我缘起法 折的行者 并非就是断除一切烦恼的阿罗汉了 所以他这里讲的是说 你要呢实际呢 在这个修获上都完全断除才是 好换句话讲了 出果的破除深界间 并不是就真正断除无取运 只是知道直取无运为我是错误 但是仍然还是会有直取的行为 所以呢才需要进一步修道 就是困难就是 你知道但是你做不到的时候 你心里就会在那边怎么样拔河挣扎 但是呢 你会修正很多次的时候 慢慢你会变成 我们刚刚不是看到吗 二果圣人他的贪跟秤会薄 是慢慢的可能你比较出重的烦恼 慢慢转薄了 至于呢断除借境取见 也是一种知道非因继因非果继果的错误而已 否则就不会由我见而引起的贪跟秤 这本身呢非因继因非果继果的 也有我见的成分在 再来呢修行人所以能证得出果呢 是因为具有献官苦极灭道 我们知道这边是官四帝十六形象 而开法眼 而在呢修行者献正四帝的当下 经一步他就去正 当你在官苦极灭道 献官 这里讲献官是当下你有观察到 其实苦地官的出来极灭道 其实他会呢马上呢就法尔自然的衔接上去 因为你会知道呢原因了 你必然就有方法去灭 就是你知道说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掉糖 就是刚刚呢有拿这个东西经过 那你知道你知道以后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在另外的地方 所以你知道原因你就不会再让这个原因产生出来 所以这个极呢必然就会让你有产生灭跟道的能力 所以在修行者献官四圣地的当下 他进一步就可以证知 直取五蕴的身见是错误 同时也了解到什么是非因继因 非果继果的接近起见 还有祸害 因此呢对于佛法所讲的修正 最后这个我们第一个是身见节最难断 第二个呢就是接近起结 它是一个非因继因非果继果的 或许你知道了但是你 在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拿捏得很好 但是第三个必然是要有的 因为你已经了解了 怀疑的心必然是没有的 我所说的修正之道不会再有怀疑 这样才是正得出果 如果还有任何怀疑那当然就不是 因此呢出果真正能断除不再犯的错就是疑 这也就是为何出果的另外一个特征 另外一个特征叫是不坏净 这修行者呢是对佛法身圣戒 净性不移 所以当你在一个地方一个道场看到 人是是非的时候 你会对佛法很灰心啊的时候 那你可能是错看佛法 因为你要看法的真理 不是在看人 因为人都是在修行的嘛 一定有人的是非烦恼 那你如果因为人的是非烦恼 让你失去对佛法的信心 或有的人因此还恕 我是觉得他可能 可能出果这个事不坏净都没有证到 他当然必然他就退道心了 我们上次不是讲到吗 在517也如果这个出果圣人必然有五亿 他一不生长退堕业 第二个唯比生长业与果 他会对抗前面那个退堕的业 第三个他有强盛善根能够振服他的身口意 然后加行义乐 就是身口意都要清净的 诸有决定堕二去也都不会起来 所以呢 很多的那个藏船 我们的显教是没有 藏船他们会去认证这个再来人 就是说他前辈子是在哪一个道场修行的一个住持长老 他往生他要趁愿再来人间度化众生 所以他的愿力就是说在俱律在说佛度化众生 他可能没有发愿到西方净土 因为他修行到某一个阶段 他可以继续再来人间 那实际上有遇到这样的人 就是因为他们都会去认证 拿东西给他看 或是某一些时候问他说一些事情 结果他就把那一个他曾经住的那个道场寺庙的一些情形都讲出来 甚至他上辈子用过的波啊东西 他都讲了一清二楚 那当然这样的认证就会证明这个人必然是这样 所以我是这也顺便提到必然这个人他至少正到事不坏境的时候 他的这个信心跟道心就会让他继续 在下辈子他还是出家修行 这是因为我自己曾经遇过 那这个小孩子大概就是小学四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 他的母亲因为母亲跟他的父亲都在卖那个佛教文物 所以很多的喇嘛都会去他们家 他就认证你这个小孩子以前就是在西藏或大陆哪里的修行人 结果真的就是他上辈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真的去那个道场去认证以后 所以那个小孩子在没有完成我们的学业 佛教圣殿 然后他的善根就是从跟他的对话就可以感受到 这个小孩子就是很有善根 因为虽然他没有世间学 就减少了这些被染污的时间 他就对佛法也很精进 每天都有固定的功课 但是他还是在成长的过程跟我们人间一样的人 会同心为民 他还是会喜欢干嘛 看手机 玩一些小朋友喜欢的电动玩戏 但是就是给他的是休息的时间 但是我们这里是顺便提到 当达到事不坏境的这个圣人 他在这个下一辈子出现的时候 他这个对三宝的信心还是有 他就是很小的时候他就又衔接了又继续 所以他那个小学四年级他就出家修行了 那这边讲到 当我们破除申见仪借尽其三节正德出果 在修正上的功用就是表示行者有能力破除 运身心为我的认知 这里是告诉我们出果圣人是正确的知道如何修 这一句话要知道出果是知道怎么修 才能断除烦恼 所以对修正之道也不再有犹豫 这些黄色比较 所以破仪借就是说 你对于这个佛法告诉我们正出果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破除五蕴身心为我的这个认知 就是他确定相信这个方法是正确的 正确知道 然后也相信他 你要正确知道你才会去修 才会修对 正确知道这个道要如何修 而且也相信他愿意去做 这样对修正之道不会有任何 所以不会因为外道 因为各位应该也会接触很多的其他的 佛教的复活外道也好多 不会别人随便讲什么你就相信他 或是说你看到道场里面的一些事情 你就会退道心 这个都是代表他还没有见到 因为我们看的是道 不是看在人世间的这些是非 因为有人地方必然有是非 有一定有不原 而且人在修行一定有他的习气 因此只有努力去破除三劫 成就事不坏尽 正出国才因献剑而 而会有信心确知 自己只要实践 因为我们这一本整个都是用四圣地做架构 他所讲的剑道也是看到四圣地的真理 实践跟四圣地相应的七劫之八真道 我们的后面的那个道品里面就讲三十七道品 他就可以成就的事果阿罗汉 所以呢 正出国呢 他的献剑是看到这些法了 对这个法有信心 然后因为你对法有信心 你要知道说 只要你照着这样做 你必然就可以成就事果罗汉 所以献剑是圣地的事实 会不断的驱使行者 向解脱道迈进 所以只要事不坏尽是你的信心跟道心 必然是不会再退转 绝不会中断 也不会为任何的人所动摇 所以正需头还出国的人呢 他必然要见法知法得法 是修行首先要必然先达到的目标 如果这个基础没有 那当然二国三国四国就不用讲了 而且出国的政见跟阿罗汉的政见没有不一样 是完全一样 插在一个是把修或都完全 三界以上跟上二界都断完的是阿罗汉 那出国呢 他只是知道连一瓶都没断 也是叫做出国圣人 政见的方向是完全一样 完全相同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让各位同学 有这个清楚的概念 那你会把这个出国圣人 他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情形 更清楚 另外呢 有关上面所讲出国的破除生见结 非能断除我见的论述 因为我见要最后来到 因为我们还会多多少少有慢 这还是一种我见 要到最后阿罗汉才断除慢性 所以后起佛法讲分别我见跟俱生我见 出国断三结就只在理性上断除分别我见 感性上就是我们的情感 还有意志上要去执行上俱生的我见 没有那么容易 他会抽四波茧要慢慢一点一点点 所以仍然会有贪跟撑的现象 但要断除俱生我见仍是虚先破除分别我见 当然第一个就是观念见地都有以后 先把这个我们的正确的观念先建立起来 那俱生我见他是惯性的执着 那个就要依每一个人的惯性有多深了来断除了 而且每一个人的这个执着会有不一样 需要这个直取升起的当下的觉知 这个觉知力要培养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 各位想说正念这样两个字 其实觉知就是一个正念 但是有时候我的觉知是在 事情已经发生完了我知道了 那有一些人是在事情的过程当中他就知道 他赶快起一个忏悔心忏悔 马上终止 有一种人更快他可以快到怎么样 他的念头起来他就知道了 他没有让念头变成行为 所以你的觉知观照正念要在念头前 才有办法转你的业 或是念头起来当下你知道 你把它当下起念 同时在当下完成 就是念头起来马上就消失 所以你的觉知是在什么状况 是事情发生完以后你自己去反省检讨 下一次要改进 或是发生的当下你就马上知道 不要让他继续做更不好的行为 所以在中间你就把它切断 还是你在前面念头的前面你就知道 所以这个觉知还有这样的差异 所以要在当下觉知有直取就需要先有能力破除 五蕴为生心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认知 才有办法做到 所以这里还是强调我们的出国就是在于 这个知见上的观念先建立 以后你在做的时候 就依你的这个觉知力了 所以觉知力觉照来自于定力 定力不一样觉知也会不一样 那我先看到这里 等一下继续 刚刚这个有一个 我们上完的部分里面有补充 这个资料是光绩里面的 他解释第三句 断修货 第三句 第三句 就是此集第三相 他说这个相 就是讲的 专门讲这个断修货七八品的时候 因之一名不还果的相 因为他也没来到不还果 那一间聚元以利 但相但了去断货 就是断的修货来看这个相 所以两个呢是 这个不一样 就是下面黄色的 我们就看一下黄色好了 就是你的修货呢 断了三四七八品的时候 叫做后胜果道 他不叫做家家或一间 仍不明 如果呢 一来果的时候 乃至未修 未有看到 乃至未修三四七八品 奉圣果道的时候 叫不叫做家家 虽具二元未成至比三四品 或七八品或的无漏根 就是说你在凡护位的时候 你先看上面好了 先断了三四品的或 或是七八品或入见道的时候 你是不是预留果跟一来果 这时候是在果上就很清楚 乃至呢 但是你的未修三四七八品后 圣果道 可是如果你呢 只是在三四跟七八 你就是变成 初果跟二果 你要再继续修圣果道的时候 你才叫做家家 其实我今天 在我们刚刚呢补充的 就是你那个家家那个位置 它的范围就是 画了一个大圈圈 给各位看 那个 我们给同学的表 我看我画在 三百七 我看一下我刚刚画的那张表 这一个 这边 要整个这样子的范围 如果你起了三四品的圣果道的时候 你才叫做家家 等于说 你如果只是断了我们讲的 应该是断了五品跟六品的时候 你就是固定一个位置了 然后呢 当你的出果呢 他有一个 断了三四品的这个圣果道的时候 你才会 称为家家 这个边的这个家家是因为起圣果道 要不然你在这个出果的时候 刚刚讲出果圣人 他可能一品修货都没断 然后再来呢 你要再起七八品的圣果道 你才会 叫做不还相 所以他这边强调是 补充 我们刚刚解释的时候 我们是依据呢 就是 光继他的一些补充资料来看的 所以你如果没有修三四七八品的后圣果道 就不叫做家家跟一间 因为你如果断三四 前面讲嘛 你在断了三四品跟七八品入见道的时候 三四品还是出果 然后七八品的时候还是二果圣人 那你圣果道的时候 你才会叫做家家跟一间 是插在这里 三四品还是在出果 然后七八品还是在二果 所以呢 未成是比三四品或七八品的无楼根 要成就无楼根才有办法 有圣果道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补充资料是讲到呢 第四句里面断第九成不还果 要不还来御戒的时候呢 他这个地方呢 讲如果你是超越的时候 你是先断 我们刚刚不是五下分解 有大概介绍 就是断御戒的贪跟称 还有身见借尽起见跟移 那你如果呢 是先断贪跟称二个烦恼结 然后才断 身见借尽起跟移 等于说出果是在后面的 断的三个结在后面 你先把你的贪跟称 御戒的断的 那这个是超越 那如果赤地人就照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出果先断三个结 然后再断参跟称 这是五下分解 也有两种人 一种是超越人 一种是赤地人 所以虽然必先断二或三 二就是贪跟称 或三 然以此时总集断至五下分解 这是另外他的补充的资料 那我们接着要看的是522页 在这个颂据在522页的第四行 请翻到522页 此中生有形 下面他开始讲七种不还的人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介绍到三果圣人了 那三果圣人有七种 有此中 这个此就是不还果圣人了 里面有一种是中坡 所以中是指中坡 生坡有形坡 所以第一句有 除了此字是指三果圣人 中生有形各一个 顿号把它分开 中 深 有形 就是中坡 深坡 有形坡 这课本他有分一则二则三则四则 中坡 深坡有形坡 还有呢 这个无形 好 无形坡的话呢 他就要到这个 看一下 因为他先讲深坡有 中坡 深坡 有形坡 无形坡在第四个 有 刚好在我们解释四文里面的第三行 前三行都有四个 然后呢 上流坡在倒数三行 有一个上流有二 就请你先画起来 在那个 无二二叶的倒数三行 有一个上流有二 一个是杂修 第二个是无杂修 好 然后这样就几个 五个了 这有七种不还 然后再来呢 单上流里面又分 超 半 半超跟 越片末 所以超 然后呢 这有个错字应该是半超 他写成越 另外版本应该是超半超跟片末 宋具那个第三个字 超半超片末 这个越字应该改成超比较好 他这里在我们的课本里面也是超 对不对 五二二越这二行你有看到有三种 前超半超片末 所以他这里的超 顿号半超片末 是指上流呢 里面的 分两种杂修跟无杂修 然后呢 如果呢 是其实杂修跟无杂修 都有分这三个 就是超半超跟片末 那其他呢 余能往游顶 其他就往游顶了 就是 有一种呢 是不修智慧 他要修禅定 他就要到 我们的飞翔飞翔处了 好 然后再来呢 行无色有识 再来 第六种人士 请画五二二页的 倒数第五行下面 有一个行无色者 差别有识 行无色的 有一种呢 是 直接到无色界的 三国圣人 叫行无色者 他们有 也有四种类型 差别有识 所以行无色者有识 好 还有最后一个是柱齿坡捏盘 柱齿坡捏盘是第七种 在我们倒数二行有一个 倒数三行不好意思 现坡捏 有看到 或不生色界无色界 唯于欲界 现坡纳寒 阿纳寒就是三国圣人 倒数三行有一个现坡纳寒 所以总共有七种 一种士叫中坡 第二种叫深坡 第三种叫有形坡 一二三四都在前三行 第四种是无形坡 第五种是上流坡 第六种是行无色 就直接到无色界的 第七是现坡纳寒 七种三国圣人有七种的 不同的情形 那我们先看一下课本 课本先看一下好了 我们看一下在第六行 此事止不还 就是止不还果 总说有七一 中坡 在欲界 在欲界 生命结束 这个末是指 欲界的生命结束以后 他就要往生色界了 因为中坡的 这个应该是中有的阶段 然后就是他呢 因为我们不还 不会再来人间 他就要往生到色界了 色界的那边的五不还天去 继续修行 到世国 所以色界要往生的 中间的那个中有 还没到色界 中有的阶段 中有中坡捏盘 在那个中有的时候 他就正的坡捏盘了 第一个是中坡 第二个呢 深坡 就是在色界生已坡捏盘的 他跟前面不一样是 前面还没到色界 他就正的坡捏盘 第二个呢 是到色界生了以后 他才正的坡捏盘 那这个呢 代表他在那里有什么 精进用功啊 勤修肃进二道 然后第三个呢 有心坡 是色界生到色界以后 他呢 很长的时间加工用心 才正的坡捏盘 这是有行坡 就是他有修行 有加工用心 所以他有勤修行 但是他没有肃进到 是因为他呢 要用功很久很久才正到 所以他没有肃进到 他只有勤修到 前面那个第二他是 升到那里不久 他就正的坡捏盘 所以他在那里有用功以外 他还呢 速度很快 所以勤修肃进两个式 第二种情形 第三种他有修行 但时间拉很长 所以叫做呢 有勤修无数进到 第四个呢 无形坡 就是呢 在色界呢 升以 这边呢 请你标点符号调整 位于色界 那个痘号化掉 然后升以打一个痘号 然后金九加行 卸带 那个 痘号的位置都要调整 于色界升以 已经在色界升了 打一个痘号 然后金九下面那个痘号就化掉了 金长九的时间呢 加行卸带 都没有去加工用行的 这是代表他 要加行的卸带 没有去 这个用功的意思 金九加行卸带 然后打一个痘号 所以他无功用行 就是自然而然 他也没有用功就 就捏盘了 正捏盘 叫无形坡 就是无形坡 然后此 秦修宿静都没有 因为他也没有秦家用功 然后也没有很快就正得试过 所以二道俱缺 两个都没有 那下面他忽然间就跑出一句话来说 金布氏论足许之 金布呢 他的解释呢 论足呢 就赞同他的解释 因为金量布都是以金为量 那我们知道 杂安经就是有布的一些内容 他就是在引用杂安经 所以金量布呢 他的解释以经典来解释 这个无形跟有形 次序 我们是把三放在前面吗 先有修行 然后才正能捏盘 然后第四个是没有任何修行 也正能捏盘 但是时间上很久 然后也没有加工有形 所以金量布认为是应该呢 先放无形再放有形 无形坡先有再有有形坡 所以论里面下面就讲 顾论云 余气金中 就是在杂安经中 先说无形后说有形 如是赤地 如是赤地 与理相应 就是应该要先讲无形 再讲有形 有宿尽道 不由公用 就是 这样子呢 他不用任何的用功 他就可以 破捏盘了 他意思说 这样子就是有宿尽道 他意思不用特别的去用功 他自然就正的破捏盘 叫做无形 不过前面那个无公用形 是两个都没有 无宿尽 他这边意思说 虽然他没有用功 但是还是最后有正的破捏盘 还是有宿尽道 所以下面无宿尽道 有公用形的破捏盘 叫做有形 他意思说 再把有形跟无形做定义 有宿尽道 不由公用 破捏盘 名为无形 然后无宿尽道 有公用形 破捏盘 故名为有形 所以 这是他认为两个之间的 位置要稍微调一下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头名 我们要把那个杂胺经的 稍微补充在这里 就是 这两宋 就是讲七种不还果 出一宋半 一宋半是四句再加两句 就是来到哪里 六句 此中 此中生有形无形 破捏盘上流落杂羞 能往色究竟 超半超半超片末 余能往游顶 到这里 叫做一宋半 都在讲 五种不还果圣人的情形 然后后面两句讲 各一种 行无色一种 然后第八句是 现波的不还果一种 后面两句是各一种 那初中前两句名四种 不还初中 初 刚开始的这两句讲四种 就是此 里面的中坡、深坡、有形坡、无形坡 他讲前面两句就讲了四种不还 四一句呢 两句名上流 这个上流就比较内容多一点 所以呢 这里的此字是指不还果 中坡是指 刚刚我们在课本讲 在中有的位置上 升起很强的 这个圣道的 行断进上二界的修复 成阿罗汉而入五云捏盘 他就入五云捏盘了 所以呢这个是中坡的时候正德 他那个还要断上二界的修复才算正德四国 而且他入的是五云捏盘 在中坡阶段 然后升坡呢 就是说不还圣人于欲界末以后 要往生色界的时候 升了以后呢 不久他就升起很强的 有力的圣道 断进圣下的修复也是上二界的 就成就阿罗汉 于命中的时候 方坡捏盘 这个升坡呢 圣者他有勤修复监 那前面讲的这个中坡呢 他是五云一捏盘 因为他就在中有 这里的升坡是要从有余一 然后呢 才进入五云 不是呢 一下就进入五云了 所以在另外那个普光法师里面讲说 比色界中呢 舍寿命呢 泼入捏盘呢 无自在 他一定要先 因为色法还有 还有从有余 捏盘呢 才能正入五云 在出生的时候他还要断进 这个烦恼叫升坡 厚敬彼寿才能正得五云 那有形呢 就是说不还圣人于欲界末生到色界以后呢 经长时间的加行 请修 然后才正入有余一捏盘 所以只有第一个是五云捏盘 第一 有形坡也是 这个有形坡的圣人虽然有请修道 但他没有输尽道 那第四种就是 于欲界末生到色界以后 在长时间里面都没有任何的用功 任运自然入余有余一捏盘 这无形坡圣子 他没有竖进也没有请修 那我们就现在看到杂寒经29 这里呢 有形无形的次第是有部所主张 但尽量部认为呢 应该先无形后有形 那论主就认同他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次第要有校正跟里程吗 道理去证明这个是对的 那还有校正就是经典的 在断五下分解能得中坡捏盘 我们刚刚看断了五下分解就可以 得到三果圣人 他可能是中坡的情形正得的 比地未等觉者得深坡 但是有可能他也有可能是深坡 比地未等觉得五行坡 你看他把五行排在第三个 比地未等觉者得有形坡捏盘 等于他还没到等觉 所以比地未等觉得上流坡 所以照这个杂寒经的顺序是 中坡 然后呢深坡 无形坡有形坡再上流 所以他这个举这个杂寒经呢 证明这个有部的说法呢 是顺序上要调整 那又杂寒经27讲五下分解静得中坡 若不得中坡得深坡 若不得深坡得五行坡 若不得五行坡得有形坡 所以说你的五下分解只要静的人呢 他有可能就有哪些情况去正得事果 有中坡 你如果没有得中坡 你有可能就用深坡的方式 如果你没有得深坡 你就可能是用五行坡的方式 如果你没有得五行坡 你就是用有行坡了 这是说杂寒经举了两个证明 所以论说有竖境道无竖境道 有形无形呢 而承办 就是有没有特别的用功的方式去正得 所以有竖境道而不由公用坡捏盘的叫五行 然后无竖境道而由公用坡捏盘叫有形 就是他没有速度 但是他有加工用形的 那论主就认为说 照这个我们的经典里面所讲 就把五行放在有形叫不叫好 在他的证据还是照有簿这样写 那解释里面他就会把这个 精量簿的一些思想的顺便放进来 在下一个这样上流 我给大家时间 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好了 现在二十九分 先进座一下 上流 再来是上流坡是在我们课本的 五二二页倒数三行 这里开始 有杂修跟无杂修两种 那这里就是说 因为上流是往上呢 再继续修行 那这个不还果圣人 他欲戒死了以后到色戒受身 但是他不能够 在那个受身的地方圆满他的事果 他还要在更上面 色戒还有色旧津贴嘛 我们看这张表就知道 他总共有二十 从我们的六玉天一直到四无色 总共有二十八天 然后如果玉戒六天好了 如果你今天要出三界的时候 会来考试的就是他画自在天的天王 他就磨坡寻 那他为什么有福报 因为他专门在考试修行人的 你修得很好 你要出三界了嘛 刚刚三果圣人 那你考试过关 谁要出考题 要有一个人愿意去做出考题的人 他因为他就会留这些修行人 万一考题过关的话 他就有功德 考题没过关 那就是修行人至于还要用功 那再往上呢 这里总共有几天 从我们的初禅二禅三禅各三天 四禅有九天 那时候十八天 再加上后面的四无色有四天 所以就变成二十二 再加上六玉天 所以二十八天 从玉戒的六玉天一直到无色戒 总共有二十八天 那这里就讲说 这些上流等于说 从玉戒往生到色戒 色戒就从这边就开始了 范仲天就开始 他呢要在 不是在他寿生处圆满他的四果 而是他要再更往上去 叫上流 那这个就有因跟果的差别 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边有讲 因为他在修禁律的时候 就像刚刚各位静坐 如果你的静坐来到呢 有止的功夫的时候 你可以 静律是什么 有止产生会 那所以有一种人他是喜欢修定 有一种人他喜欢修会 所以你在这里倒数第三行 有杂修是修乐修会的 无杂修是乐修定的 他呢就要观照 观照智慧的时候呢 他在哪里比较有办法做观 就是色戒的四禅 因为他是 四禁律里面的 四禅呢已经心 指一静处了 心一静性了 他就在修官上呢 他这个会呢开花的最好是在四禅 所以呢 乐会的他就在色戒的 这个四禅里面 然后呢如果是无杂修的 他就喜欢定 他就要继续再往上面的无色戒去修 所以这个音呢有这样的喜欢修会的人 他就有杂修 不喜欢修会的人 他喜欢修定 他就继续往上修到最高的飞翔飞翔处 有顶 然后初三节 好用他的定 所以呢看你的音是什么 就产生了不同的这个果差异 看你是到色旧境天还是到有顶 好如果你是修会的 他就在无静居天这边 色旧境天 那如果修定就到有顶 所以下面呢若杂修呢 者生色旧境 好 他就是修会的人 无杂修呢他能往有顶 就继续从这边呢 我们的四禅呢有九天 不过以有部来讲他没有这一个 第四无想天是外道修的 这只是我把一般大众部跟精量部跟友部 他们讲的这边会有一点差异 那这边如果是以友部来讲他没有无想天 所以他只有八天 好然后呢下面这个第一个初禅不是有 泛仲天泛辅天大范天 泛仲就是泛天里面的大众跟我们一样是老百姓 辅是辅助大范天王的辅佐的官员 然后呢最高的是大范天王 大范天王就在出禅的那个高处 一个宫殿的地方 所以呢 有部也认为大范天他不列入进去 因为他认为呢 大范天王呢有认为宇宙呢 的源起是他自己创造的 这个他觉得你如果生在那边 你就会受他的影响 因为你生在那个地方当他的子民啊 你要受他的影响 所以呢 这边呢 变成几个不是十八喔 他把这个大范天王去掉 然后呢无想天去掉 所以呢 如果世禅有十八天的话 他们只有十六天 等一下我们中间看到 有部只有十六天而已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 课本五二二页里面讲到 在杂羞里面 余是指不杂羞的 就是余能往游顶 就是有一些 他不是先讲 超半超片末吗 那个超半超片末 就是指杂羞有这三种类型 那其余就是指不杂羞的 他就要到呢 非想非想处了 游顶 所以这边在五二二页里面的倒数二行 余是不杂羞者 就杂羞当中有三种 全超半超片末超 那现在依色界的十六天 刚刚讲 就是与季色论是有部的思想来讲的话 他的出禅二禅三禅 他只有十六天 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有买巨色药液那一本 他这边就有说明 好像在七十五页 七十五页他有讲 因为色界的四禅天的初禅天各三个 四禅有九天 这是一般的 这个有 应该是大众部 那有部中他的初禅天不立大范天 然后在第四禅的五想天 他就把它纳入广果天 因为它是外道的 那你现在就可以知道 这十六天是指哪几个 五想天就进入广果天 好 那我们接着看一下 这十六天中辨始三种 辨别有全超半超跟偏末 然后全超就是在御界的时候 我们的四禅 我们四禅指四禅 你修到四禅的时候 他已具有杂修的功夫了 杂修的功夫呢 欲缘退失上三禅律 因为你本来修到四禅了 但是你有杂修的功夫 至少要在四禅 而且是三果圣人跟四果圣人修的 但是有因缘让他退失了 出禅 只剩出禅 就出禅以上的三个禁律 叫上三禁律 是我们的二禅三禅四禅 他有因 因为遇到因缘 退了禅定的二禅三禅四禅 唯未出禅 他呢这个时候呢 只有呢 为是一种我们的心去贪着出禅的定律 他只贪着在出禅的定律 从此命中 他现在先讲玉戒 在玉戒他已经修到四禅了 他也具有杂修的功夫了 可是遇到因缘 他的定律消失了 消失了把二禅三禅四禅的定律都消失了 只剩下呢 出禅的定律 他呢就 执着在出禅的定律 为 从此他命中的时候呢 我们上次有讲 如果你命中的时候修禅定 进入社界的禅定的时候 你就命中就会到社界 所以呢 他从此命中就生犯仲天了 这也就是我们的出禅的第一天 离生喜乐 就是犯仲天 由先喜乐 我这个好像被折到 所以你们这边看不到最下面那个是不是 我应该把它 看一下方 切到 有可以看的 在这边 应该可以看到这一个地方 犯仲天 那 他从此命终身犯仲天 由恢复由先席力 就是之前他学习的时候 有到四禅的定力 所以他还可以再恢复到他 所以你们如果现在禅定修到哪里 万一有一段时间 你的身体状况不好 或是家里很忙 可能你就没时间打坐 可是当你有时间 再去参加禅修的时候 很快他又恢复到你原来的地方 所以由先席力 就是之前他在御界修到的 四禅的这个定力 他修习到这样的 练习到这样的席力 又能够杂修帝势 又能够让他恢复四禅的定力 来成就杂修 从犯仲末 然后身色究竟 所以他就从这个犯仲天 这里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上流就是要往上 往他呢 寿生的地方再高的地方去 修事果 所以他从犯仲末以后 他生到色旧几年最高在这里 犯仲天在我们的 是净律的出禅的第一个 然后色旧听天在色 色界的最高 就是四禅的最后一个 一个是色界的第一个 一个是色界的最后一个 所以呢他可以呢 修四禅 然后从再往上 顿超的中间多少个 如果我刚刚讲这里有十六天 第一天他当然他就有嘛 最后那个他是顿超 所以呢如果以十六 来讲的时候 他去全部都超了 他是说他顿月中间 等于中间他就跳过去了 不用一个一个 叫做全超 那再来呢半超呢 是指从犯仲天末以后 他生色旧净的时候 中间有十四天 对不对 我们刚刚十六 那你第一个犯仲天减掉 最后一个色旧净天 中间有十四天呢 他呢不是像刚刚那个全超啊 他怎么样 他有可能只超越一个天 那也叫半超 等于半超不是一半的一半或怎么样 而是说部分而已 他只超越了其中一部分 所以呢他可能超越一个天 或两个天三个天都可以 但是他没有超越到十四天就对了 或越一天后来呢 就生色旧净天 他超越一天以后呢 那后来他又升到最高的或超越两天 中间他可能就超越两个 但是呢慢慢后面那个就一个一个修上去 后来就要生色旧净天 乃至呢超越最多可以超越到几个 十三个 因为十四个就叫全超 十三个就叫半超 对不对 因为十三个还有一个没有超的时候 他就属于半超 等于他只超越了某部分 他超越了十三天 后来他就升到色旧净天了 这样叫半超 然后他的超呢 不是全部叫做半超 就是超了部分 那越一天的时候呢 如果他超越一天的时候 一个天 这一天是指我们这边的 有从初禅到四禅的十六天里面 他超越其中一个天的时候 他变成十六减一 那还有十五 他要一个一个去往上 那如果他超越两个天的时候 他就十六减二对不对 那他就还有还要受十四个 十四次生在那里 然后乃至呢 超越十三天的时候 他呢十六减 超越十三的时候呢 那他就剩三个嘛 十六减十三 剩三生 由此半超 这样子的半超呢 最多他可以呢 要有十五生 因为他只超越一天的时候 他要受十五生 最少他就三生 这是他的计算 然后中间多少 就是照刚刚前面所讲的这个道理来思维 圣不生 圣必不生大半天 刚刚我讲的 圣人呢 因为来到这里是三果圣人 对圣人 他是三果圣人的 他必然不会生大半天 因为呢 大半天呢 言我生世间 他超越大半天不生 他呢是 我们今天刚好在复习的时候 非因即因非果即果 这个宇宙大自然是他创造不是 这个因呢讲错了 那他这个果也讲错了 所以呢 借进取是一种了 必见处 就是错误的 邪之邪见 偏颇的错误邪之邪见 所以呢 因为你如果生在这个地方当他的子民 你会受他的这个影响 所以呢 圣人不会生在大半天 然后就接着呢 最后一个是片末 刚刚这个半钞讲完了 半钞讲完 然后他这里顺便讲说 他的十六个是大半天 没有 那五想天他没有特别说明 因为他就把他算进去广果天里面 没有特别另外立一个无想天 然后这个地方呢 片末的话他在十六天里面 敬片寿生 叫做片末 在十六天里面呢 他呢全部每一个他都去瘦身 都去投身 一天一天他都投身 所以呢这个叫片末 等于说每一个他都要一个一个修上去 他没有超越 也没有半钞 就是一个一个像爬楼梯 每一阶他都经过 叫片末 这是杂修的部分 杂修是乐 智慧喜欢智慧的修行人 然后吴杂修呢就是怎么样 他呢喜欢禅定 所以呢 其实这里的杂修就是有肉无肉将互将观察 兼杂的修行 然后片身色戒 如果吴杂修他就把色戒呢 怎么样不往 他不往了五进居天 他虽然从范仲天一支生到这里 我们看五进居天在哪里 从广果天开始 我这一张图是因为有不同部派的 有一些十八天 我把那一般来讲就到广果天 这里就分出喜欢修禅定跟智慧的 因为无想天是并入广果天 那再上去无烦无乐善陷善陷 跟色戒的天 这是五进居天 这五进居天呢 刚刚讲的 他说他们片身色戒 唯不能往五进居天 就是他们不在五进居天停留 有些三国圣人他会在这边停留修官 然后断烦恼正世国 那他喜欢定的人 他就直接从这边跳到空无边处 世无边处无所处 所以呢 广果天末了以后 他就从广果天这里呢 离开 然后往生道 就是离开这里一生以后 他离开广果天是色戒 然后往生无色戒的三天 就是空无边处 世无边处无所有处 最后才升到游顶 才正得波涅槃 这是无杂羞的情况 所以呢 这里下面这一句话 色戒中呢 下面的十一天 指下面是从哪里 范仲天 范福天 大范天我不算 少光天 无量光天 光阴天 少静天 无量静天 遍静天 这样有八个 八个我再加福生天 福爱天 广果天 八个加三个 十一个 这十一个呢 里面呢 就是喜欢禅定跟智慧的人 都要修到这十一个 然后呢 聚得寿生 然后在广果天的时候 开始就有分路了 等于说我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我要往左往右 在广果天呢 就分 喜欢禅定跟喜欢智慧 广果天 分二路 若乐会者升五进居天 如果喜欢了智慧的人呢 他会继续往上 从广果天呢 升到五进居天那边 然后呢 只观双运修 继续修行 用观行的智慧来断烦恼 然后如果喜欢禅定的 他就升到无色戒 那此无呢 名为 行色戒者 这五进居天就是修行到色戒的人呢 他们用智慧的时候修行在 乐定的呐喊 就是三国圣人 他们虽然生无色戒 因为他们的色 但是他要经过色戒才 下面的十一天的定力才超生到无色戒嘛 所以是色戒所色 还是含瓜在色戒 还是含瓜在色戒里面 好 那这个杂修呢 的部分 就是 看一下 因为杂修而乐会的上流者 他喜欢智慧的高妙 不喜欢禅定的数字 则能往色戒的色旧 因为色戒是智慧出胜 因为色戒的名称叫净律 就是说你还会呢 在心意净性的时候修官 那无色戒他就只有定了 没有 那我们一般呢 这边杂修的内容 其实已经是在我们的下面 526页 其实他这个杂修内容后面会介绍 在526页的地方 他526页 他前面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 何等净律 先因在525页问了三个问题 先因杂修何等净律 第一个问题 叫嗜禅 嗜禅才可以杂修 第二个呢 由何等位之杂修成 在什么位置知道呢 成就最后一念 跟我们上次那个上人位解言简性一样 然后呢 他第三个问题 互有何元杂修禁律 什么样因缘 第一个 他希望他能够瘦身 瘦身到这个 禁居天 五禁居天 然后他要献法安乐 修禅定的时候 献法安乐 没有烦恼 第三个 他遮止 让他的烦恼 能够暂时不起来 然后让他呢 遮止 起烦恼 退道心 所以有三个 那杂修的方式 其实在那个诵句里面 他会介绍 那我先把他 放到头影片 同学看一下 是阿罗汉跟不还果圣人才会做杂修 这个圣人他先需要进入释禅 才可以做杂修 而且呢 他要多念的无漏相续献前 那我们的无漏是什么 要到法念处的法屋 对 多念的无漏相续献前 从此再隐身多念有漏 那其实我们观这个苦 人间的苦 然后呢 无常 无常要从世间法去观 然后苦也是从 所以有一些部分呢 其实要从现象界 还有我们的呼吸 这个射身的一些状况 有漏 你还会在隐身有漏 然后呢 再从这个有漏里面 我知道呼吸的无常 射身的无常 这个人间的很多事情 不是我能够去掌握 包括我的身体 不是听我的话的 从这个有漏里面 你要隐身到法无我的 不是 无我 无我 先无我 这边还没有讲到 这是先讲到呢 他体验到无我 然后非我所的时候 他这个无漏线前 又一大串的无漏线前 所以这边刚开始都是 一大串的无漏 然后再淫有漏 再一大串的无漏 然后再有漏 这样辗转香炸而修 叫炸修是在这个地方 不是说你修净土 又修什么什么很多的 而是说他由有漏无漏的煎炸而修 那每一个后面呢 就是跟我们上次 在那个阮鼎人的时候 四地十六行下 他有减圆减行嘛 他这个就是练习 先呢刚开始是一大串 然后呢 每一个后卫见次减少 就是当你一大串的无漏呢 跟一大串的有漏 这个时候呢 慢慢的减减减 减到呢你剩下两个念 两个 这个无漏剩两个念 然后呢 再淫两个念的有漏 然后再无间升起两个念的无漏 他是无漏有漏无漏 当然最后还是这个无漏 这样是杂修定力的夹行圆满 成满成功满了 就是这也是成功了 然后呢 接着剩一念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也是集中力量 唯从一念的无漏 再隐身一念的有漏 然后无间马上再升起一念的无漏 那这个时候呢 如此有漏中间撒那被 这样有漏是不是在无漏 两个无漏的中间被前跟后撒那的无漏所砸 这样叫做杂修定根本元成 刚刚前面那个是加行 现在是根本 他的根本的基础的功夫就完成了 那这样子就是他们做的杂修是这样子 因为你要了解 这个有漏无漏是做什么事情 就是要修会嘛 做官 所以前两个撒那是无漏有漏 好像无间道 就我们前面讲断烦恼 无间道对峙 解脱道是完成 无漏有漏两个都关完以后 毕竟你活的是在一个有漏的时间空间 你要关的一些现象是有漏 然后你怎么样把它导向无漏 最后这个是无漏 然后无漏有漏无漏 然后这样的杂修第四禅以后 再以这样的是力量 第四禅的定力 随其所应也能杂修 等于说你第四禅可以这样的话 那下三禁律就出禅二禅三禅 也可以用无漏有漏无漏这样子 要修这个定首先需要于欲戒 就是三大洲人间 我们刚刚不是在我们的五二三禅第一行讲吗 先在欲戒要修到四禅律 才有办法具有杂修的基础 至少是四禅才有办法 所以你四禅可以 那初禅二禅三禅 意思说你要先修到四禅才有办法往下降 不是说你可以用初禅二禅三禅修 那你知道三国圣人他必然定也要达到某一个阶段了 要修这个定首先虚于欲戒 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讲 那这个杂修欲戒里面的除掉北聚如中没有 这个杂修诸禅律完以后 余后若退失而生于色戒 的时候也能够向前面 所以他刚刚讲欲言退失上三禅律 就把二禅三禅四禅退掉 剩下初禅他还是一样 如前一样可以扎修禅律 虽然他后来定力退了 但是还是没有离开色戒的禅定 因为他还是生若后 余后若退失 他还是生在色戒 那代表他还有色戒的出产的禅定 所以杂修禅律是为了三个原因 所以我们刚刚看五二六页 他这个诵句就是讲三个音乐 对不对 受生限乐 五二六的第一行受生限乐 还有遮止起烦恼退失 当你烦恼起来 你就会退失到心 就是防止自己会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你要交替的用 跟我们上次讲 有肉六行观是上下交替 如果觉得人间的那个五欲之乐 就像了粪便里面的居虫 他头身聚集在这个粪便里面 他觉得粪便很好 那我们的人呢会认为五官的感官的 这种快乐是很好 其实他很短暂 而且他有可能会招来很多的后患 所以呢你如果上下比对 你要从我们这一届往下看 看畜生道 他们认为很好的东西 跟我们人间认为很好的东西是一样的 所以你就会断掉自戒的烦恼 就像路边的小狗 他会稳稳大便是他很好的食物 对我们来说那个是很臭 但是他很喜欢 就对我们人觉得很好 对上界的众生来讲是不好的 你自己就是这样 所以有肉无肉是这样子去比对产生出来 所以呢这里讲到是拿两种人修这个 我前面这一章已经看过了 修这个是阿罗汉跟不还果圣人财 那立根的不还果圣人 他为了献法安乐 还有能生于五境居天 他会修这个杂修禁律 那顿根的圣人除了这两个原因 就是第三个原因 他怕自己退失 有起烦恼 因为他还没正三国 因为他害怕会退失 所以经由这样的杂修 能够让他相应等持 等持就是定力 跟这个嗜禅的定力相应 而远离再起烦恼的退失 所以我们平常修观很重要 就是这样子 活法很多地方 其实就是要修观 去做这个智慧的启发 虽然刚开始观 不进观给你的是一个概念法 可能看到分析我们身体 五脏内服一些这样是概念法 但是从这个概念法里面 你就要慢慢的契入他的真实法 所以诸阿罗汉若是立根人 他为了能够献法安乐 立根人就是献法安乐就可以 没有后面两个嘛 对不对 他就没有烦恼起来 他不会有寿生的问题了 那若是顿根人除此以外 他还有遮止烦恼起来 那他们就是 因为三国圣人还要到五进居天 去修行 所以要寿生 寿生到五进居天 那我们再回来课本 还有剩两个 我先把刚刚那个先讲一下 这个全超圣人在寓居的时候 他在寓居就修到四进居了 他已具有杂修的功夫 后来因为遇到不好的姻缘 他的上三进居退市 但是他还是对于禅定的禅乐 还有出禅的时候 那命中以后他上升到范仲天 那因为过去的薰习的力量 在范仲天他还可以维持第四进居 所以他从范仲天离开的时候就升到色旧天 这是全超 中间十四天都超越过去 那半超的话呢 这个圣人从范仲天离开以后 他升色旧今天的时候 他不是一下子像刚刚一下超越了十四天 他可能只超越了一天 两天三天 这一天是指那个天界 或超越了 最多没有超越到十四 超越十四就全超 超越到十三 然后升到色旧今天 就叫做半超 那所以这边他们受几身呢 就如果他超越一个天 就是十六减掉一个 他就要受十五身 以这样子来看 所以如果半超最多要受十五身 最少是三身 有不说生于大范仲天 是因为生 而说生于范仲天 是因为大范仲天说 我能生世间 这是非因继因 因为我们的出国圣人就要破戒进去见 那你来到三国的时候 你必然也已经没有戒进去见了嘛 对 好 所以这个是谐知偏颇的见解 圣人不会投生到大范仲天 对不对 你已经来到三国圣人了 你不会跟他相应 你跟他相应你就会生到那一天 对 好 那片末的话呢 这个圣人在色戒十六天 他净片瘦身一天 等于说他就一层一层往上修 他就没有办法超越的意思 这是不杂修而热定的上流 也是这样子 但是他中间只有不瘦身在五进居天了 等于说杂修跟不杂修 其实都有这三个全超半超片磨 那热禅定的书圣不乐智慧高庙的时候呢 他在那个瘦身的时候比较特别 他的那个片磨呢 这也要特别讲 他的色戒十六天 他只能生到管果天以后 他就超越不瘦身五进居天 他只经前面的十一天 十一天我刚刚有算给同学听 就是初禅三天 扣掉那个我们的犯大犯天 所以他只有两个 然后二禅三天 三禅三天这样八个 然后再加上福生天福爱天管果天 十一天他只经过这十一个 这也是讲热定的 他直接就生到无色戒了 然后到尤顶进入波涅盘 所以这边管果天是一个分叉路 七种不环当中呢 从中坡至上流的前五个 都是行于色戒 所以我们这边讲的是 从这个到上流都是 都是色戒的圣人 虽然说热定的上流往上来到无色戒 但是他还要经过色戒 所以上流他还是含瓜在色戒的范围里面 因为他经过色戒才上去 那无色后面两句 后面两句我们请先看一下课本五百二十三页二十四六 倒数五行 这有七种不环人 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五个了 来到上流是第五种 第六种是行无色戒 这个修行轮他经过的地方是无色戒 他在欲戒往生没有生到色戒 他直接就生到无色戒而泊涅盘 那与上流坡中的热定胜 他就是喜欢禅定 所以他才不会生到色戒 因为色戒他是指观双印 所以他生于色戒而更不同的是 我们的两个呢 一个是有经过色戒才生到无色戒 一个是没有经过色戒而直接生到无色戒的 那就是超生无色戒 他是直接呢 就是这里讲行无色戒 他直接 他跟那个热定的不一样 定的话他还有经过色戒的十一天 那这个没有 他就没有经过色戒的十一天 他直接就到无色戒 但是你要把那个 差别有是说 这个跟前面那个 上流升到这个 修订升到那个无色戒不一样 是因为他这边 有把中坡去掉 因为那个前面那个色戒 还有色法有中坡 他这个没有色法 所以他没有中坡 所以他只有深坡 有形坡 无形坡 跟上流坡 他没有中有 从欲戒末 直升无色戒 有深坡 等等 就是深坡 有形坡 无形坡 跟上流 所以这个等是寒瓜的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四种阿拉罕 那此种名为无色阿拉罕 那无色阿拉罕加前面五个是不是就六个 足钱 足钱就这样跟前面的六个 然后接着呢 下面开始讲的是 或有不生色戒 无色戒 直接就在欲戒 有一些三果圣人 他可能过去生就修行了 这一生再来呢 他已经是三果圣人了 所以他直接在欲戒要正四果的 叫做现坡阿拉罕 就在人间欲戒 正德 坡涅槃 于现身中德 涅槃 那颂言呢 所以最后是柱齿坡涅槃 就是指欲戒 颂言柱齿坡涅槃 就是在这个欲戒 明现坡 这是第七个 这跟前面六个加在一起 就是 有七种 七种不还 所以行无色上流 依前行的色戒上流 有全操半操片末 那所以四无色戒当中超于 中间两处的也叫做全操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表 这个表里面呢 无色戒呢 只有四天 第一跟最后呢 是他们要 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中间他超越两个 叫全操 如果他只超一处也是半操 如果呢他每一个都受生叫片末 跟我们这边 一样 无色戒里面也有上流里面有全操半操 跟片末 那这个不还圣人呢他没有 到色戒去投生 他也没有到无色戒 他就在这里证得是果 等于是 类似再来人在修行就对了 那以欲戒现实生命体断尽 三戒所有的修法 这个 这一种人他就是这一生他就可以证得是果了 对 那要不然他可能就要怎么样 他可能要 那在刚刚讲的 他要等到呢 上到那个 五进俱天再去修的话 那就不在人间了 所以呢他可能就是这一世呢来是 我们要证得最后的事果 我把这个 七种不还的差别 第1个中坡在欲戒末往生涉戒受 于中有 正得福涅槃 第2个呢 深坡呢就是刚刚讲往生涉戒以后呢 以勤修跟竖竞二道故 不久他就正得涅槃 我第4个先放是意 论主赞同的是先有无形坡 往生涉戒以后呢他 他 懈怠 修行跟加工用型 所以他没有勤修也没有竖竞 他很久很久的时间他正婆涅槃 就是 无公用型自然而然 那再来呢就是有公用型的往生涉戒以后呢 长时间的加工用型 没有中断 有多公用型才正得婆涅槃的 第5上流呢他就比较复杂 他直接呢 在欲戒往生以后生到涉戒 后呢 辗转生上方婆涅槃 那我们这边看到 乐 惠的 就是观型人 乐定的是子行人 就是他比较修行偏重在 观照的 这个偏重在子的功夫 所以这边呢 观型人他就有全操、半操、骗、摩操 有杂修的 有分这三个 然后 急促往 最后呢 他们就都是到 色旧境天去泼涅槃 往上嘛 上流的上就是 他投身可能在犯重天 可是他要再继续往到 色界的最高 所以他最高是往色旧境天去泼涅槃 然后如果修定的人呢 他不身五境居天 他的急处是往 游顶去泼涅槃 最高在这个 飞翔飞翔处 好那我们刚刚看 无色界呢 不缓从欲界末以后呢 他就超身到无色界了 好这也没有到色界 有深坡、有行坡、无行坡 还有上流 他就没有 中坡 因为他没有中有 无色界没有 因为无色 合称为无色不退 行于无色界 最后这个 不行于色界 无色界只有在我们欲界 正德 那你大概知道一到五呢 就是 行于色界 一到五 从中坡、深坡、有行、五行跟上流 然后第六是无色界 第七呢是欲界 可见呢三国圣人还有这么 三界都有他可能修行的地方 那其中最利根人在哪里 欲界 因为欲界最难修 你说在欲界正 三国圣人 三国圣人再来要正四国 就要很大的功夫 因为你要越界 那个就有很多的考验 我们一起回向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活道 各位在各自回向 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什么事 别人 说我 疼 不 闹